長江太判員 帶你闖現場找真相 今天走過荒菸漫草 因為後面圍牆這裡 就是耀華店子 他出示了廠房 帶你來看一下 就在這裡 你站起來看 就在這裡 你有看到嗎 這是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當時 他出示了奪走四名工人生命的 最重要的酸鹼中和的 預混池 目前可以看到老檢單位還有警消人員 他們在裡面進行詳細的了解 據我們了解 這個地方當時則是有工人 當時由課長率隊 帶了五名的員工一起進到裡頭去 但是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意外 因此透過這個窗戶 您可以看到 先生你好 請問您是老檢人員嗎 還是您是員工嗎 不好意思不要拍照 您是員工嗎 不好意思 那這邊狀況怎麼樣呢 這邊狀況怎麼樣呢 當時課長怎麼會 帶隊進去沒有進行詳細的安檢 是 你可以看到 工作人員在這邊積極的檔 因為他不想讓真正第一線廠房曝光 不過稍早說我們知道 老檢單位已經在裡面進行詳細的了解了 據我們了解當時所聞到 所謂的流化氫的氣體 什麼叫流化氫氣體呢 它最重要的是它是無色無味 但是呢如果人體聞到一點點的聚臭 這個味道就好像臨到了陽明山的小油坑 去聞到那個硫磺味一樣 或是溫泉的味道 而現在瞭解單位呢 要瞭解的是 當時一名課長呢 帶著五名員工呢 一起進到裡頭去 為何沒有進行任何的安全的防護呢 您再看一下 所以呢 現在第一步的釐清呢 就是呢 為何會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尤其在裡頭呢 這是一個 要華電子他們生產所謂的 iPhone iPad 主機板 他們最重要的一個生產基地 但是呢他們員工到底有沒有做好 相對比如像排風啊 或是通風或是呼吸種種的設施呢 你再帶您來看一下 酸鹼中和池 由於呢它生產電路板的時候呢 會產生相當大量啊 這個所謂的酸性的液體 因此呢需要用酸鹼中和的方式呢 來把它的廢水呢 進行中和之後呢 才能夠安全的排出 才不至於污染的其他地方了 由於呢 目前可以看到了 硬要華電子本身呢 並不願意讓這個現場的 直接的被人家給拍攝到 因此呢我們這段新聞 走過這樣子的荒煙漫草 帶您看到這個直擊第一線的現場 這個地方就是當時呢 那六名員工呢 幾乎全部三名 其中目前知道的是 四人的無生命跡象 酸鹼中和這樣子一個池 這個作業的方式 清楚所謂的污水管的淤泥 到底有沒有作業的疏失呢 目前老檢單位還在查 而且呢 當時的硫化氫的這個濃度 竟然是高達了10.7ppm 告訴您這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10.7ppm呢 它是比過去所謂的三聚氫安呢 驗出2.5ppm還要高 而且呢 一般來講的民眾呢 如果聞到了0.25ppm呢 就容易導致噁心的嘔吐了 因此呢 今天帶您直擊到這個地方 當時工人 處在一個相當危險的環境 今天帶您來直擊現場了 您怎麼會 您怎麼回答 您怎麼回答 賺點 感谢观看